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羅牧師 李市長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談 一個稍微嚴肅一點的問題 就是有關能源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像說今天假如沒有電的話 我們還可以坐這裡嗎 大概是不行的 不過兩三百年前的時候也可能可以 那個時候也有演奏廳也有會議室 那大家都要用蠟燭嘛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談一下 我們假如沒有核電的話 我們臺灣會不會受到影響 首先大家其實知道最近核四的議題 也是非常的受到重視 那核四到底見得怎麼樣 其實大家不時從報章雜誌媒體 都有聽到這樣的消息 昨天才說淹水嘛 核四有兩個基組 那這個學運之後 然後林毅雄先生進食之後呢 這個我們的馬政府呢 終於稍微稍微屈服一點說 我們核四的第一個基組呢就停工 然後第二個基組呢就不動了 那蓋得很差很差 大家知道這個很重要的維主體裡面 居然有寶特瓶嘛 然後還有鋼筋結斷 還有偷工減料 這個東西當然是不能用的 其實第二個基組他說不動了 其實也不能動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基組在 在試居的時候 常常吐柴 就把東西用壞了 所以就把第二個基組的東西搬過來了 所以已經拆得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不要跟大家談說核四蓋的多差 先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的核電文化有多差 大家假如記得的話 日本的311事件的第二年 日本的國會出了一個國會的報告 這個國會的報告說311事件是個人禍 大家還可以回去查那個時候 所有的新聞國內外的媒體都有 日本的國會說311事件是人禍 為什麼是人禍呢 他說這個日本其實很早就有人說 日本可能會有很大的地震 也可能有滿高的海嘯 所以在討論核安的時候 有提出這樣的建議 可是都被忽視 所以這個報告就說 假如當初有聽人家的建議 及早做了比較好的準備措施 今天的災害就不至這麼嚴重 那為什麼受到忽視呢 是因為政府 電力公司 還有監督機構 這三者的關係過於密切 好到說 核安根本就被忽略了 所以他才說這個叫做人禍 這個人禍到了台灣就完全完全的走樣 我們馬政府怎麼解釋人禍 我們馬政府說日本人喔 在核災發生的時候捨不得放棄那個電廠 舍不得灌水 灌水灌太晚了 我們台灣不會發生 只要一有緊急狀況 我們就立刻灌水 所以這個事情永遠 因為核災不可能在台灣發生 他把人家的人禍 扭曲成 來不及灌水 所以我們台灣有發明出來一個叫做 斷燃處置措施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馬英九接見很多的外賓 都很自豪說 我們台灣喔 不可能發生核災 因為我們有這個斷燃處置措施 我認為這個是更嚴重的人禍 這是更嚴重的人禍 不知道實際發生的情況 隨便亂講 這是我們台灣非常非常危險的 所以核事蓋得很爛是一回事 我們的核安文化 其實也是 其實更糟糕 日本人在這個事情之後 徹底做了很多的檢討 成立了一個獨立的核安監督機構 所以所有的核電廠 現在都沒有開了 都在安全檢查 檢查到什麼時候可以開機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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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馬英九政府說 日本要重啟核電 安倍非常想 但是他也不能說可以開啟 核能監督機構 還沒有允許 我們不是這樣喔 我們在日本福島核災之後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加強措施 我們現在的核電廠的耐震系數 0.3G核一 G是重力加速度 是一個物理常數 然後2、3、4都是0.4G 假如大家有去看過一些台電的宣傳呢 你就會發現台電說0.4G 0.3G可以耐差不多7G以上的地震 有意思的是日本世界最大的核能電廠 防震系數是0.6G 在2007年有一個地震 6.6G的地震就震壞了 那個有7個機組的核電廠 過了兩年左右才修好 才開始運轉 311 2011年的時候 還有3個機組沒修好 7個機組 6.6G的地震 它的防震系數是0.6G 都被震壞了 我們說我們的0.4G 可以防7G 然後有一天我們就問他 台電說 人家的0.4G 我們的0.4G等於人家的0.6G 我說這是物理常數嘛 然後旁邊是原子能委員會副主委 我就說副主委 來解釋一下吧 為什麼台電可以說0.4G等於人家0.6G 這個副主委呢 更嚇人 他說什麼 他說 你家養的雞跟我們家養的雞是不一樣的雞 很可怕 這是我們台灣的核能安全管制機構的主管 可以講這樣子的話 他認為核安就是一個玩笑嘛 所以千萬是不能繼續讓核電運轉 好 那我們現在說核電不安全 先講核四不安全 那我們這個政府呢 就說 不安全他其實心裡有數啦 可是他就硬要講 你們不讓我核四運轉 就缺電 好 電價要上漲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第一個 核四或甚至四個核電廠都關掉 會不會缺電 當然缺不缺電 其實是有時間的這個關係在 就是現在假如都停掉 會不會缺電 那十年之後或二十年之後 我們會不會缺電 第一個我認為現在不會缺電 為什麼 第一個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有太多的發電設備 這個發電設備多到什麼程度了 這個是政府的資料喔 就是夏天用電最多的那一刻 我們還有百分之二十三左右的設備 是不需要開的 夏天用電最多的時候喔 可能只有一兩小時 我們今天呢可能就有四十 或甚至快一半的設備 是不用開的 那核電占我們的設備的多少呢 才剛剛十一Percent 所以今天把四個機組 四個電廠三個電廠全部關掉 核四也不用運轉 我們還多出十幾Percent的發電設備喔 那怎麼會缺電呢 怎麼會缺電 其實這是台電的浪費 今天就把這四個 現在運轉的三個都關掉 核四也不要運轉不會缺電 那他又說啊那我們將來要用更多 我有去查一下台電跟民營電廠 火力發電的效率 就是其實我也蠻喜歡有民營電廠 大家雖然說抱怨說民營電廠 台電跟他買的電很貴 但是因為有民營電廠做對照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台電效率好不好 每燒 每發一度電 台電就比民營電廠多用十Percent的煤 也多用十Percent的天然氣 這個十Percent是相當於多少呢 假如台電的發電效率跟民營電廠一樣的話 我們就會多出五Percent的電 五Percent的電是多少 核四完全運轉的電量 所以他是不是改善效率 根本不需要核四 那假如其實我們根本不缺電嘛 所以他效率改善的話 就可以省十Percent的燃料對不對 這十Percent的燃料多少錢呢 一年250億台幣喔 一年喔 所以他浪費了十年 都可以蓋一個核四咧 都可以蓋一個核四咧 嚇不嚇死人 這是我們台電的浪費 好 好 那假如我們不用核電 我們有什麼其他的來源 跟各位提一下就說 我們政府說假如我們沒有核電 十年之後就會缺電啊等等等等 那他做的是為什麼會預測成這個樣子 第一個 他用的GDP是多少 三到四啦 每一年 我們有嗎 沒有啦 根本沒有三到四啊每一年 那他還預測我們十年之後 大概要比現在再多用三成到四成的電 所以要跟各位提一下 可能大家比較不覺得 因為我們台灣大概六成的電是工業在用 所以大家其實都不覺得自己用很多 假如我們把台灣所有的電 除以我們的人口的話 我們每個人每年的用電量 在全球排名第十一喔 全球排名第十一喔 那我們前面是誰啦 冰島很多水利 瑞典挪威啦 這都是水利很多的國家 還有呢美國加拿大啦 他們是有很多的煤啊油啊天然氣啊 卡達啦 柯威特啦 我各位的這個報告裡面有提到 那除了盧森堡之外 只有我們全部靠買來的 全部靠買來的喔 這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蔡教授就有提過 他講糧食的依賴性對不對 其實我們能源的依賴程度 比糧食還嚴重 我們幾乎百分之百都靠進口 幾乎百分之百都靠進口 那我們花了多少錢去買 這個錢是越來越多 十五年前左右 我們大概花三到四%的GDP去買能源 2008年也是最貴的時候 我們花了15.5%的GDP去買能源 當然那年非常貴 之後又下來了 可是呢最近又開始一直上升 去年應該是前年 前年也快到15%的GDP 大家說我們馬政府說 你看日本停了核電之後 能源進口等等等等 讓他們的物價變貴 日本只有在311之後 能源進口大量進口之後呢 能源的消耗才佔到剛剛超過5%的GDP 我們台灣已經是15%左右的GDP 而且持續在上升中 15%什麼意思 就是每賺七塊錢 就要拿一塊錢給外國人 如果我們再多用三成 假如我們再多用三成 那你認為我們要花多少的錢 去跟人家買能源 我們的產業都搬走了 又不景氣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麼多能源 給誰再用 給誰再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馬政府 完全沒有考慮未來的情況 所以他就笑再生能源是醜角 再生能源當然不是醜角 因為其實這個我們就以德國為例好了 德國的再生能源從90年代開始 德國的能源大概六成靠進口 可是他認為能源仰賴別的國家 就是對自己國家的經濟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的威脅 譬如說普亭現在說叫天然氣關掉 那你還敢來對我經濟制裁嗎 當然不敢啊 所以他們認為未來在國際市場上 誰能有更多的自主能源 誰就是將來的這個先崩 所以他們認為能源 再生能源的革命是下一波的工業革命 所以他們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所以從2000年的時候 12%的再生能源 現在已經變成21% 在座有一些留得的非常清楚 另外呢其實節能 不只是我們要增加供應 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項目 我們台灣做了什麼節能 大家想想 我們政府又講什麼節能 隨手關燈 拔插頭 關燈一小時 這個不是政府該做的事 這是我們民間團體做的事 政府就跟我們搶這些事情做 政府應該協助民間去怎麼做節能 最近呢帝國大廈 最近把紐約的帝國大廈做整個改裝 改裝完就節省了38%的能源 我們有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沒有啊 所以節能配合再生能源 這個才是我們將來的路子 那再生能源 我們說好貴好貴 馬政府說好貴好貴 哪有貴 請問風力一度是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風力發電台電跟業者買 一度才兩塊六毛錢 貴嗎 我們付台電平均都三塊錢囉 太陽能也越來越便宜 德國就講得非常清楚 發展再生能源 發展節能 這個工作不可能外包嘛 你就是創造當地的就業 所以德國因為發展再生能源 發展節能就創造了差不多六十萬個就業機會 我寧願把錢給我自己的老百姓他去發電 這個錢就留在國內耶 不會跑出去耶 我們的政府從來沒有想到這點 他只想到財團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還有三座核電廠災 我們的核電廠都很老舊了 我們也沒有再三一做任何的更新 任何的加強 其實萬一來一個天災 台灣就會發生問題 其實是老天保佑我們 那不只是這樣子 這些老舊的核電廠 還不停的在產生核廢料 大家要知道核廢料 它的生命期尤其是高階核廢料 至少要放個十萬年才無害 請問我們台灣去哪裡找地方放 那最近核一的這個用過的 燃料棒的池子快忙了 我們台灣電力公司呢 就要把它從燃料池裡面拿到室外 放在一個像大型的熱水瓶裡面 就放在室外 我們非常非常的擔心 因為照我們的核電文化 這個東西一旦拿出來之後 就無法處理 就任它放在那裡 是破損的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做任何的準備措施 萬一破損 要怎麼搬回來去處理 我們也沒有這樣的設施 所以一旦台電把它拿出來 放在電廠的室外的時候 這個東西一破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比那個在蘭嶼的還要危險幾百倍 大家只要記得在311的時候 日本曾經一度考慮疏散東京 為什麼 就是它的用過的燃料棒的池子 炸了 第四個機組炸了 它很擔心這個燃料棒露在空氣裡的時候 它就會隨風擴散 那個裡面的東西是非常毒性強 放射性強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已經真的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大家要怎麼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沒有核電 絕對不會缺電 可是現在假如我們不讓它立刻停 不斷地在產生這些核廢料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核廢料 將來怎麼辦 終有一天會出事 終有一天會出事 所以我認為 應該 大家努力 立刻讓自己的核電廠停掉 我們沒有確定的問題 這個是個決心的問題 那我就今天跟各位報告在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